一个女生发现她们宿舍好像住了一个不存在的室友 而那个室友呢 似乎卡在了2014年到2015年的平行时空里面 什么意思呢 就有一个女生发帖啊 说她在今年2022年9月份研究生入学的时候 就分配到一个寝室里面 进去以后呢 觉得非常的奇怪 进去的时候呢 她就发现其中一个床位上已经铺好了被子被褥什么的 然后桌子上也摆放了很多生活用品 她就想说是不是自己一个室友已经入住了 但是呢 她随意瞟了一下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床边上有一个牌子 写着她的名字 然后入学的年份是2014年的9月 距今已经有8年的时间 她就想是不是什么 本说不连度啊 这个人就一直住在这个寝室啊什么的 就也没有多想 可是呢 这个房间呢 就是特别的脏 就不是说有人特别邋遢把房子弄得很脏 而是那种很久没有人住的那种感觉 就到处是蒙着一层细细的灰尘 尤其是那个洗手间啊 就是那种黑黑的小虫子 包括那个墩坑里面还塞了那个瓶子 即使说这个室友 她只是偶尔回来住一下 也不至于是这个样子 当时呢 她感觉就特别不好 就跟那个宿管 打电话说自己想搬另外一个寝室 然后又问这个宿管 这个室友到底是怎么回事 宿管说她也不清楚 因为她也是新来的 而且呢 就跟这个女生说 现在学校寝室非常的紧张 你现在没法给你去更换 你就把它好好打扫一下就行 然后没办法呢 她就硬着头皮住了下来 因为这个室友呢 就是一直没有露面嘛 她就去随意翻了一下 她桌面上的物品 不看还好 这一看啊 就看了她心跳加速 因为她发现 这个室友桌面上 所有的东西都停留在 2014年到2015年 这个年份之内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方便面 她的生产日期是2014年的 包括她用的那些化妆品啊 护肤品啊 也都是2014年以前的 如果说这个女生 一直住在这个寝室 为什么她用的物品 都是那个年份的 但是这个女生 也不像是说 从这个寝室搬出去了 你看她的床 被子是掀开的 好像她只是随意 从床上下来 出去买个东西 或者上个课 马上也回来的样子 而且呢 桌面上还放了一个 非常贵重的相机 如果她是离开这个宿舍 搬出去不再住了 为什么这么贵重的东西 还放在桌面上 这种感觉就好像 她是在2014年到2015年的 某一天 因为某种不可抗的原因 突然从这个宿舍消失 以至于她来不及 去把这些贵重的物品拿走 来不及把她的东西拿走 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因为她问学校 也问不出什么 所以她就决定自己去查 然后就查这个女生的名字 和学校在2014年到2015年 之间发生的新闻 这一查她还真查出来了 在2014年的1月份 曾经有一个女生 从宿舍跳楼 但是呢 这个女生入学年龄 是2014年9月 所以呢 就是对不上 但是呢 她后来还真的查出了 在2015年的10月份 有一个大二的女生 在宿舍猝死 她的这个室友 是2014年9月份入学的话 那么2015年的10月份 刚好她也就是大二 这些都能够对得上 而且 而且呢 就是她 现在那个床上的被子 是冬天的 11月份是冬天 就好像是那个女生 就是猝死之后 那个学校呢 就保留了她所有物品的原状 没有再去动 她把这个宿舍给封起来了 直到最近宿舍紧张 才把它重新打开 让这个女生入住 这一切就似乎都能够对得上了 正当这些网友 在期待这个女生更新后续的时候呢 这个女生就突然发了一个话 说 这个事情热度太大 现在学校已经联系她了 她呢 也准备注销这个账号 请大家不要再关注了